大家知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只流浪狗 据有关人士统计 全世界大概有三亿多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狗狗惨遭人类杀害的也不在少数 近日在土耳其某城市 就发生了一起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 一位男子在其车位上停好车后 下车发现有一只流浪狗挡在他的车后 该男子看到后二话没说一脚就将其踢飞 狗狗嗷嗷叫着跑开了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就在当天晚上发生了 监控显示 在当晚凌晨时分 也就是该男子正在酣睡之时 狗狗们悄无声息地揭竿而起 对该男子的汽车发起了进攻 在首领的带领下 众狗开始大肆撕咬汽车 那异常坚固锋利的犬牙 甚至一度因为力大而嵌入汽车铁皮内 犬牙与铁皮摩擦而发出的尖锐声音 令人毛骨悚然 也有狗狗负责站岗瞭望 时不时地向周围吼叫几声 仿佛是在进行示威 在众狗的合力撕咬下 汽车的前保险杠很快便被五马分尸 伸手一触 包括汽车的车门轮胎等部位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也许车主想都没有想到 白天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狗怒 报复会来得如此猛烈 无独有偶 国内也有一位车主在街头踢上一只流浪狗 结果遭到其他众狗的疯狂报复 众狗合力其上 疯狂撕咬他的汽车 该视频被上传到网上后 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 一些爱狗人士表示 对事件中的男子强烈谴责 认为这是对其他物种的鄙视与不懈 毕竟狗狗也是有生命的 特别是这些流浪狗 更需要人们对他们的关心与爱护 有些人则认为 流浪狗对人们的正常生活 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对人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危害 因为他们可能会导致疾病的传染 交通事故的发生 双方各执一词 吵得是沸沸扬扬 那亲爱的你又是怎么看的呢